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隱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雙子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七月節的自身整體雲勢 首先是不是很開心 你們上期農曆六月 你們排最後的 因為你們上期的反應不錯 就升到第七位 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你們農曆七月 我要給你們一個非常震撼的壞消息 這個壞呢 首先是壞的 而且尤其是因為你們上期是好到無倫 在這個comparatively speaking之下 有得比較 正所謂有比較就有傷害 比較之下 它亦都會加重壞的異味 所以我真的要 讓你知道 你們完了 完了 我想問一下 上期農曆六月 我叫你們去做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去做 如果你沒有的話 Sorry 蘇州過河 沒有停答 今個農曆七月 是做不到那些事情的 那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覺得又不可以全部怪你們的 如果你要怪外面的 Sorry 根據這道宇宙的聲像 你已經是沒有了 那種外在的 push的 沒有了 沒有了那個外緣 緣 緣分的那個緣 外緣 開始是欠奉了 但是 做人有時都要反求諸己 如果真的問回你自己的時候 我會說是一個性格缺陷 可能有時 雙子 我們說你想的 來得快去得快 有時想想當空 有時想想 對這個人有興趣 對這個人有興趣 但是 每一樣東西都是兩分鐘熱度 甚至差一點一分鐘熱度 很少有堅持 好像很多事都想去試 很多事都去做一下 碰一下 但是你究竟 可不可以 有一個堅飲不拔 還有貫徹始終做人 這個 唉 真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農曆六月沒有做的話 來到現在這個時候 那些機會過了 當然你可以希望 不知道農曆八月 九月這些東西會不會回來 但是我想說 來農曆七月是非常困難的 這回事 首先 如果我當 我之前是說過 你們可以去 轉工 甚至轉行 如果你拖到現在 你會欠了一種 叫做權力靠山的魂 所以就算我當你去健身工 但是那些 權力靠山 即是那些新的老闆 都開始不租你了 你那個人員慢慢減低了 你明白嗎 其實農曆六月 你去做這回事 你會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但是農曆七月 你再去做這回事 那些高層人物 深刻不喜歡你 無論你當 是 你可以當是 總之這個宇宙問題 在農曆六月 總之你就會變得很靚靚 很吸引人 你明白嗎 但是來到農曆七月 你這個魂 忽然之間沒有了 那所以 為什麼你轉工 轉行的這個魂 會 趙燃降低 還有 自己都開始 可能會對自己有一點懷疑 提不起勁 那麼 提不起勁 或者可以這樣說 會不會跟天氣有關 當天氣越熱 會不會令人越來越懶 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樣去解釋 但是 如果由原學角度去說 我就 只可以告訴你 真是 你這個魂是在減少了 OK 還有 想去學些什麼 但是你接下來又會覺得 哎呀 好像 還是不要學那些東西了 好悶啊 OK 又或者你會覺得 最重要的 原來呢 你忽然之間又有新的念頭 你又想學其他新的東西 這個你說 是不是自己的那個老毛病 有時 就是喜歡這樣 有時喜歡那樣 花花fitfit都選不定手 是啦 所以 是有很多 還有 如果我跟你說過 你要做一些人生 比較長遠規劃的話 包括移民 OK 還有 喂 就算我當你搬公司 如果你轉工轉行 你都要離開公司 這個都是一個叫做 比較大的動作 是不是 凡生這些大的動作 你這個農曆七月 又會覺得很累 什麼都不想做 是啦 那所以 你說是不是跟上個月 一個非常之大的反差 那這裏真是幫你不到 無他的 無他的 就是唯有經一事 長一致 學會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 最後呢 我想在這裏做個小小的補充 可能呢 有人 即是有些很聰明的雙子座 會去問 啊 暖男 其實你以前說過 每一次新月的那個運勢 它不是一定是 上次農曆六月就是巨蟹座 那你們可能有些會聰明的朋友 就會說 啊 其實你以前說過的 暖男 每一次新月的那個運勢 它不是一定是 只是在頭一個月的 其實它分了幾個階段 即我們有頭半個月 頭一個月 頭半年 然後甚至去到一年 那如果你們有留意香港的項目 你應該見過我那些教學的 好啦 那你就會說 啊 可能有些聰明的朋友 會說 啊 那你上過農曆六月 那說的那些 其實都不只是 在農曆六月而已 是不是 都還可以去到農曆十二月 甚至去到下一個農曆六月的嘛 那 是不是即是代表我還有幸運 啊 Hello 但是 現在我說農曆七月 是新一些的嘛 你明白嗎 那所以現在這一件事 是不是會避免了之前那個 即那個 即那個農曆六月的東西 你明白我說什麼 OK 即是 是啊 我當 你農曆六月 即我講句 他在新月的 混載 他 是啊 他未必真的只是講農曆六月的 甚至可以長一點 那他這塊布是可以攤好長的 OK 你當捲一個 捲一個紅地毯 捲出去 OK 吾〇吹到紅地毯 但現在農曆七月是蓋在種類 之前那個紅地毯上面 這次是黑地毯 黑地毯蓋了與透過 他又從色味 judges,蛋糕滾出去 所以 不是你那個地毯的長度 是每一次有新的東西 會補充關之前的事情 所以你們不要讓虛假希望自己 總之蘇州過河 真是沒聽到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坦白說 我的塔尖聯林新聞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據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衡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衡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再去分享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啦